口诀啊 叫做 堂囊肚 老鼠尾 对不对 好 我们现在来一个堂囊肚 老鼠尾 在这一个地方 我们来一个 来画一个 从这里 堂囊肚 老鼠尾 堂囊肚老鼠尾 堂囊肚 比较宽 老鼠尾比较细 好 现在再来画一个 一笔 再画一笔叶子 让它变成当凤园 再来画一个 再画一个叶子 让它变成当凤园 当凤园 在画兰花的时候 最好 在三分之的地方 在三分之的地方 可以弯 过来三分之以后 尽量的直 它会比较有力 感觉比较有力量 庞囊肚老鼠尾 当凤园 在这里 现在破凤园的时候呢 好 我们把这个眼睛呢 破掉 破凤园呢 出来之后你可以弯 也可以直去交叉它 那也可以从这里出来之后 从这里出去 都可以了 看你们的意思怎么样 好 现在呢 现在呢 我就从这里出来 出来 这样出去 这样出去 这个叫做破凤园 破了凤园之后呢 这个一二三笔啦 那我们就可以其他 能不能再破一次 可以 但是我可以从这里再破一次 我从这里出来 这个也是直的 对不对 这样的 这样兰花叶子比较好看 然后呢 再来就是一个小叶 小叶 这边呢 来一个小叶 这个就是兰花的花花 然后呢 还要加一点土 加一点土 你看我压下去 左右咬一咬 左右震一震 好 这个就是它的堆图 好 好了 之后 我们现在呢 要画花 那 我本来想用彩色 但是想一想 那彩色的话 一张 我要算里面二十五块 比较贵 这个一张两块 干脆用黑白就好了 反正彩色你们自己用彩色来画就好了 好 所以呢 我们就这样子 好 然后呢 你们未来要 比较 比较 容易 容易画 我们来用那个黑白的 然后 先把树干 那个 那个枝啊 花饼啊 花饼 画出来 那你这一张的原稿是彩出来黑白的 黑白 我就直接用黑白 好 好 现在呢 花呢 可以从这里 出来 也可以从这里 出来 也可以从这里 出来 随便你 随便你 你如果说 那我 我要不要从 我从这里出来好不好 也可以啊 看啊 从这里 出来 从这里出来 这个先用弹幕 把那个轨迹啊 画出来 因为等一下你花都要 画在上面 那黑白 我们用那个传统的 自古以来 画兰花的那种方法 那个 一开始的时候 我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兰花这样画 为什么第三片花瓣 那个舌头不画 用点的 后来我看那个大陆的 他们的兰花 我才发现说 哦 那个中国那个兰花 那个舌头都很小 很小 舌头很小 它比花瓣小 啊 所以干脆就用 它花瓣 那个舌头上面有红点嘛 干脆用点的 可以点大一点 但是西洋的兰花 就不一样了 加特利亚兰 不得了那个 舌头好大 而且花 而且花 花色是千变万化 非常漂亮啊 所以 西洋人长得高大 它菜也比较大 花也比较大 什么都比较大 那个 那个 我们这边的矮东花 到了美国去多住几年 回来几代以后 那个子都这么高 林素 多少公分 200 19 19 19几 它在台湾可怕长不到那么高 就是这样 就是那个水土的关系 食物 食物也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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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都吃什么牛排 吃什么 因为牛比较大只 他们牛也比较大只 牛也比较便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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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 那个 我们高中的时候 有个同学 学生交流到美国 回来的时候 到台上报告 我告诉大家一个很奇怪的事情 美国的马特别大 我坐在马背上要摸 摸马的头 摸不到 摸不到 那台湾有什么呢 台湾有的马小小的 对不对 驴 驴子啊 一摸也摸得到 那马很大 不大的话还得了 不大的话 不美国人那么大 骑在马背上 那马就被压死了 美国人高头大马 我们看西部电影 高头大马 那个 骑在马背上 好像马 还蛮轻松的 哦 那如果坐在台湾的马上面 那台湾马会被压便 压便 压便 好 现在呢 我们呢 就用 这个 淡末 那个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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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